电影的一开始是一辆高档的桑塔纳豪车驶入了陶瓷博物馆 然后来到一把壶的面前工作人员开始询问这把壶的作者 然后顾景州却说我也看不准 但没过多久这把壶却给人偷了 镜头一转回到顾景州年轻的时候 顾景州的奶奶拿出了一块老泥 这块祖传的老泥用了个布包着 居然到现在还是潮湿的 奶奶觉得顾景州的段位还不能用这块泥 于是呢就让顾景州青梅竹马的东梅先保存着 一位姓潘的先生在徐老板的茶壶店里 看到一把洋桶 他觉得这个壶不错准备买了 顺口说了一句 正巧赶上顾景州来送茶壶被听到了 于是很不爽就把茶壶给摔了 顾景州说你觉得不好 那我就重新给你做个好的 这下得罪了茶壶店的老板 他说我再也不要卖你顾景州的茶壶来 之后呢顾景州告别了东梅 去上海一个湖商那里做湖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 顾景州来到上海给古董贩子 狼御书的狼氏意愿打工 但是呢顾景州说这活我干不了 因为老板你给的工具不行 这里呢我就有点疑惑了 为啥顾景州去做壶没有带工具呢 好了女主角林雪飞出场 我呢也不知道为啥她是女主角 她看到顾景州的茶壶呢超级喜欢 这位小姐姐呢非常喜欢顾景州的壶 于是呢说要买一个 但是顾景州说我不卖 但这位小姐姐就说 那我订一个吧 但顾景州说有缘的人才能订哦 小姐姐说不订那你可以送我一个呀 这位小姐姐啊 是不是看上我们顾景州哥哥了呀 好了重点清洁来了 好了重点清洁来了 狼老板给顾景州看了一个 陈明远的竹笋水域 要顾景州仿制一个 顾景州却不愿意做 于是郎老板又找来了小姐姐劝顾景州 小姐姐呢用激将法说 你不会做吧 那顾景州就不干了 说谁说的我能做啊 于是顾景州就开始做了 据说南京博物馆的那个陈明远款的竹笋水域 就是顾景州仿制的 最后做好了敲张完工 于是马上拿回家乡去烧了 这里顾景州又变身为窑雾宫 开始烧龙窑 终于烧好了亲自开摇 看到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激动不已 东梅看到下面的款是陈明远的 于是就质问顾景州 你怎么能造假呀 于是顾景州也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便把他给摔了 公安局的人又来询问顾景州 那把被偷的杨桶笋的情况 但是顾景州还是不肯说那保护的作者 镜头一转又到了顾景州年轻的时候 老板询问顾景州足损水域的情况 顾景州说不想造假把东西给砸了 这下老板急眼了 骂了顾景州一通 小姐姐又出场了和顾景州探讨茶壶和写字的关系 说出茶壶呢 跟写字一样 临摹也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临摹和造假不是两个概念吗 另一边东梅小姐姐正在拼着摔碎的竹笋水域堵物私人 顾景州终于又重新开始制作竹笋水域 貌似他做的比较痛苦 喝酒再干活抽烟再干活 最终终于做完了 烧好后拿给郎老板 郎老板一看说非常好 做得很好 晚上请你们白热门喝酒 小姐姐在喝酒时和顾景州说 要介绍一批上海的书画家和顾景州合作 这里说的是顾景州和吴古番等人合作的项民石瓢湖的一段历史 实际上是代项民介绍的 而且时间也不对 然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工厂呢也要停工了 这时小姐姐派人来抢顾景州的湖 一言不合就拔枪 发生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枪战 原来小姐姐的碰碰就碰到 而顾景州的奶奶在这时生了很重的病 另一边小姐姐跟顾景州说出了抢壶的原因 原来是郎老板要把壶给日本人 最后小姐姐去了香港 而顾景州留在了疑心 缘分就到此为止 顾景州赶回家中 奶奶已经去世 令她伤心不已 故事又讲到顾景州得了天花 从此便长了麻子破了像 话说你都得天花了 你还不得跟东美离得远一点吗 顾景州终于拿出了那把被偷杨捅壶的图纸 这里的情节稍微有点混乱 我也没看懂 他为啥一直不肯承认 这把杨捅壶是他做的 潘先生又和顾景州见面了 并送给他一本书 顺便探跑了一下狐义 这时东美走了过来 东美带来了奶奶家传的老泥 这款泥真神奇啊 到现在还是湿的 最后东美跟顾景州表白 但是顾景州并没有回应 你不娶我 这世上还有哪个男人能娶得到我呢 镜头一转 东美已经出家了 这一段情缘也到此为止 偷狐的人被抓到了 这里说的是顾景州为偷狐人求情的事情 这事情历史上是发生过的 1990年顾景州和蒋龙的几把茶壶被偷了 当时按他们茶壶的价值来计算的话 是要被判死刑的 顾景州呢 多方去求情 去情愿 最后这两个人 一个判了死刑 一个判了死缓 这事情他一直难以释怀 在他眼中一把胡 跟人的命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电影的结尾 顾景州走入了独林 画面散回到年轻时 和小姐姐相处的时光 然后和老伴 相依相慰中 结束了电影 结束了电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